前两天是台湾大学的学测考试 全台一共有14万5千多考生 那么在以3600多个考场来应考 当中的考试题目也包括了甄嬛还有原载 来看报道 记得翻看语文试卷时看到 考题中将后宫甄嬛传里 化妃讥讽皇后世述出女儿的片段列出 测试学生如何理解影射的含义 该选题的选项还出现了金庸小说 射雕英雄传的片段 郭靖 黄荣 翔龙十八掌 等这些考生熟悉的人物场景 一一在线考题 负责语文类的审题老师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这样是为了让学生感受 文学能力的学习无处不在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素材 来作为题干的说明 我觉得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 就是感到这个题目的活泼跟亲近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们可以了解 就是其实文学能力的学习 它在日常生活当中 它其实是无所不在 因为大陆电视连续剧 后宫甄嬛传前不久在台湾热映 收视率很高 而金庸的小说 有很多学生都很熟悉 所以初题老师及审题老师都认为 有这样的内容在考题里面 考生不会觉得陌生 考生反映 此次语文试题不难 但有甄嬛小黄鸭原载的题目 比较有趣 有就是我们在做打的时候会感觉 题目会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然后会感觉就是更加新鲜有趣 然后更活泼 接收记者采访的审题老师从1月7号进入围场 19号下午2点才出来 在围场待了13天的除了审题老师 还有负责印刷打包考卷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围场期间不得外出 以免泄停 围切两天的台湾学测 19号下午全部结束 这次参加的考生 一共有14万5000多人 那么台湾学测主要是测验 高中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知识 可以进入到大学就读 只有通过了这项测试 才可以进入到台湾大学的真学行列 杨时记者台北报道